在以往皮卡就是一个马来拉货用进巴进工地的工作工具 但是随着时间演变 现在越来越多人选择这种皮卡来做日常的代步工具 平常开着去上班之余 而在周末或假日的时候呢 这台皮卡就成为他们去郊外探险的好伙伴 那今天我要试驾的这台车就是其中一个都会型皮卡的代表 它就是小改款的 Nissan Navara 那首先我们先来看一看这个小改款的 Navara 在外形上有什么不同 我们可以看到它这个前脸造型是大改变啦 那其实它的这个前脸造型呢是沿用了这个它在美国的大个也就是Nissan Titan 的设计 这个也算是Nissan 其中一个最新的家族是设计风格啦 我个人是很喜欢这个头灯组的设计的 有这个四颗LE的遗眼 然后下面这个是普通的灯 然后上面是高灯 还有它这个 这个是西字形的日行灯嘛 就蛮酷的 还有中间的这个水箱护照设计呢 它是以一个 Matte Black 的一个设计来呈现 中间的这个隔山呢整个就是很粗犷的感觉啦 关于这个车头帅不帅我是没有comment 可是如果讲到阳刚的话我觉得这个车头真的很阳刚 而来到车尾的部分呢这个小改款的 Navara 也是改变巨大啦 首先我们就可以看到它的这个整个车头的高度是加高了许多 那原因呢是为了要符合到整车这个设计上的改变 让它看起来更加的man的感觉 这个尾灯组呢也是一个新的设计 然后有一个也是同样是C字形的LED灯条 蛮漂亮的然后我注意到的是它的这个保险杆啦 这回就多了这个踏板 而且这边还有这个LED灯的这个照射啦 所以你晚上我觉得它的这个能键都是更加的好 而这个尾门呢 这回有了这个被称为 Tailgate Assist 的这个功能就是 你开启和关闭这个尾门呢都变得更加的轻松了 好 当然作为一辆皮卡 载务空间载务能力自然是它的重点啊 那这回这个小改款的Nissan Navara 它的载务能力呢 进一步提高至1100公斤也就是1.1T的一个level 而我们今天所寄来的这个Pro4X顶级版本呢 在这个车头的两侧 还多了这四个看起来很结实很勾立的这个勾 那这个勾其实是给你拿来载东西的时候啊 可能说你要去 我觉得喜欢户外活动的朋友们啊 如果你们是要载摩托什么都好的话 这个勾就很好用了你可以 把他们这些东西牢牢的固定着 当然除了外形上大不同以外呢 其实这个小改款的Navara 它在底盘方面也是有改进的 首先这一支大鼓呢它的这个焊点是有增加了 以带来一个更好的这个刚性啦 同时呢也能够带来一个更好的存在能力 同时它的这个Multi Link 的这个Spring 弹簧也是有进行了一个改良 同样的也是为了一个更好的这个载动能力 而在车车方面呢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这个车门设计 依旧是维持之前的那个Design 但是呢因为车头和车尾 整个大不同的关系让这一台车整体看起来 更加的这个Man了 我觉得有点稍微的美式皮卡的这个感觉 就不知道大家觉得如何呢 和这个大改变的这个外观造型不同啊 来到这个内装的部分我们就可以看到它是 曝露了这个小改款车型的身份啊 因为整个内装就是上一代Nissan的这个设计 并没有太多的这个改变 唯一的不同就是这个 最新的家族式风格的方向盘对 现在连Sairing都有家族式的设计了 然后这个logo呢也同样和外面是一样 就是一个黑红配的logo设计 包括我前方的这个双环式仪表盘呢 就多了一个7寸的多媒体 资讯显示器 然后中间的这个主机呢是一个8寸的触控屏 它这一回就多了Apple CarPlay 以及Android Auto手机互联功能 在这个使用性的方便上 我觉得它是跟上了这脚步啦 很多人都吐槽这台车的这个内装 都是Hard Plastic Hard Plastic 但是哦其实它就是一台P Car 我反而觉得全部都是Hard Plastic的话 反而更加容易情理和打理 只不过我觉得它在设计上 可能可以做一些 不同颜色的这个处理啦 整个黑黑哦哦这样看起来 有点Boring 有点廉价的感觉 就连这个门把都是黑色的 但是这个顶级的Pro4X车型呢 它的这个座椅就不错 它采用了这个全新的这个皮革设计 而且还有红色和白色的这个缝线处理 年轻化 运动化 而这个顶级的Pro4X车型呢 它还具备了这个先进主动式安全系统 包含了一些功能 像是前方碰撞一紧 自动紧急刹车 车车盲点侦测 后方横向来车警示 车道偏移警示的功能 它没有车道维持辅助 不算是一个完整的 但是有好过没有的一个 先进主动式安全功能啦 然后我注意到是这台车 其实它的这个植物空间算是蛮丰富的 就这边有两个杯架 你可以放杯 放水 然后这边呢 这两侧还有这个蛮特别的一个 植物格设计可以放电话 这里也可以放电话 同时还有一个植物箱 这植物箱其实也蛮深一下的 在实际性方面来讲 我觉得它是相当的方便的 来到后座的部分呢 这一回是个小改款的Navara 它就多了这个后座空调出风口的设计 而且这个座椅呢它也是有进行重新的设计啦 在乘坐上是稍微比较舒服了一点 我是觉得它的这个支撑性比较好的一点 同样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红白的风线设计 很漂亮 然后我还注意到的是这个后座的这个植物格这边呢 多了一个Type-A的这个USB插槽 植物箱里面其实也是有两个USB插槽 分别是一个Type-A 一个Type-C 然后前方有一个Type-A的USB插槽 所以总共是有3加1的USB啦 然后还有多了什么啊 这个不是啦 这个是我自己的拍摄器材 还有一点是这个 它的这个后座其实蛮特别的 就是这个东西你可以把它拉起来 然后勾起来 你就可以在比较高的一个物件了啦 然后这边呢还有两个 暗格 这边是它的这个 Jack 啦那个Jack Taya 的器具 然后这边呢 就真的是给你放东西了 你可以尝试放钱 OK 所以我现在是开着这个 MOTHER TRUCKER 在KL的市中心这样子开着啦 先分享一下我对它的这个 第一个印象那就是它的这个 其实它的声型虽然是蛮大的 可是因为它的整体的这个设定 我是觉得还蛮适合做这个市区驾驶 这一点 有点特别 因为它的这个方向盘虽然说还是这个 传统的Hydraulic Spreading 也就是这个 业力助压的这个方向盘 可是整体它的这个设定还是蛮轻盈的 就是我现在在这种 比较狭窄的这个 街道上 开着它 它也不会说太过重手 或者是 很难摆动 以 City Drive 来讲我觉得 其实还相当的得心应手的 基本上在市区开其实 它的这个起步还蛮轻快的 以市区驾驶来讲啦 是相当friendly的一个设定 再来就是它的这个悬吊 哇 这个时候我就真的是很appreciate这个 后面 Multi Link 的这个悬挂设计了 因为 在这一种 一般的马来西亚道路这样的开着它呢 的确是比 一般的 其他的皮卡 还要舒服 这个是真的 然后稳定性方面其实也是会稍微比较好啊 它不会有过多的这个震动 摆动还是有但是你还是可以feel到它是已经有在吸收一些 稍微比较明显的税震 我国人的小改款Nissan Navara 我所试驾的这个顶级版的Pro4X 也就是搭载 之前的那具2.5L的柴油涡轮振压引擎 而并不是泰规版的那个新的2.3L turbo diesel 原因是因为泰规的那一具2.3呢 它的这个最低线度的这个柴油呢必须是EURO4以上的等级 但是 大家都知道了我国还是使用这个EURO2M 以及EURO5 所以Nissan Malaysia就决定继续使用这具2.5L的旧引擎 但是这具旧引擎呢它的这个最大马力也有190PS 然后峰值扭力是高达450Nm 并搭配这个7速的自排变速箱 在动力表现上我觉得刚才四驱驶它是 基本上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啦比较很轻快 那现在我在高速公路我就做一个 简单的加速测试好了 基本上它上斜坡 然后它的那个动力我可以觉得它的这个扭力是蛮饱满的 但是 唯一比较美中不足的就是这一具变速箱 我觉得它的这个换挡逻辑似乎有一点点 10吨 就我可能踩到有 它想了一下 哦我要退挡 那个力才来 其余的部分呢其实它的这个动力表现 绵绵不绝啦 我觉得 以一般 你如果就算是载货载人 载满东西的话呢 要拿来拉货是没有什么难度的 而在操控方面呢 老实说这个Multi Link真的是 蛮不错的 以在公路上行驶来说它是真的是很舒服 然后好像我现在在这个 高速公路上呢 它的这个 damping是做得很好的 这个是一般 Lift String的皮卡 你tune到几美你tune到几软啊 都很难去比你的一个 呃 程度 尤其是在那个细腻度上啦 它的这个吸收碎震的过滤碎震啊 还有这个摆动的抑制方面呢 真的是比较精致了一点 它的这个车角的设定还蛮稳定一下 这个和我以往开过的一些皮卡车款有点不同 因为 它少了那个 后方传来的那个弹跳感 我相信这个就是Lift String和Multi Link 独立式悬挂的最大的不同啦 它的这个先进主动式安全系统的这个车道偏离警示 还有这个车侧盲点侧侧呢 刚才我这样试开之下 还相当的敏感啦 就能够及时通知你 至于它少了这个车道维持辅助的功能呢 我觉得有可能是因为它使用这个 Hydraulic Power Selling的关系 所以就少了这个功能 但是对我来说其实也没关系 但这个是见仁见智啦 至于少了这个 主动式定速巡航 我觉得 这个东西可能有些人会很介意 但是对我来说是可有可无 就不知道大家觉得如何呢 那原厂这回就有提到说这个 小概款的Nissan Navara 是有针对隔音表现 再度进行改良 包括加装了更多的这个隔音片 然后前方的这个挡风镜 还有前座的这个车窗呢 都是加厚的玻璃 听起来是蛮solid的啦 那我现在在做着这个高速巡航的动作啦 我开着一个大概120公里左右 所以我可以feel 到的是这台车子的 隔音的确是有改进了 那 它的这个风声方面的抑制 是 烧了很多的这个风声 以一辆皮卡来说 我觉得相当的厉害一下啦 加上在这个120的时候 其实这个引擎的转速是很低 所以你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听到噪音进来的 我觉得这方面已经是有点接近 普通轿车了 但是当你踩油的时候 那个踩油引擎的噪音就还是传进来了 OK 过弯的时候 相当的稳喔 侧倾是有点明显的 整体来说它是相当 适合做日常驾驶的一台皮卡啦 也完全符合了它这个Urban SUV的定位 哇 过这个红线的时候 我从来没有试过开一台皮卡开到 有这样子的一个舒适度 这个过滤所以说真的是 以皮卡来讲真的是非常的到位 OK 那我现在就来到了一个荒山野岭 要测试这个Navada的越野功能 首先 先把它切换至这个4H的模式 4H就可以了 所以OK 前方就是一个 小斜坡了 哇 其实我是看不到的 那这个时候啊 这一台车就一个 很好的功能了 它就是有这个360的 全景摄像系统 所以我就可以透过这个 Camera 来看 我四周的这个 环境啦 能不能通过 所以OK 前方一个狗 哇 其实 我本身是不是一个越野格级啦 所以我是 算是一个菜鸟啦 但是呢 刚才我这样子过这些 对我来说蛮有挑战性的路段 其实都蛮轻松的 渡过的 然后前方有这个沙地 OK 我可以明显感受到它的这个 Traction Control 其实都有在自己去分配这个扭力来维持这个抓地力 真的很轻松一下 我根本就不需要去反 我只需要就是把这个方向盘握好 然后摆动到我要去的这个方向就行了 就这么简单 OK 前方有一个斜坡 哇 它的热悬调 在这个时候其实它过滤那个水阵也还蛮OK的 OK 所以我现在前方有一个蛮斗坡的一个斜坡 我就很斜一下啦 所以我决定就try-try-try 看它的这个 斗坡缓降功能 只需要按下这个按键 然后它就会自行去做那个整车 这时候我发现我的这个座椅原来不是电动调整的 是手动的 OK OK 其实 OK 它有正在操作当中 我是没有踩刹车的 它自己去限制那个 引擎 嗯 一切就是这么简单 好啦 那以上就是这个最新的2021 Nissan Navara 的试驾车评 我今天在开了这台车过来叫这个皮靠 除了在市区很容易开以外 它在这个 Off-Road 的路段呢也是很容易去征服 就连我这种菜鸟都能轻松去 过掉那些 具有这个挑战性的路段了 加上它在这个舒适性方面呢基本上 在同级之中我觉得它是最出色的那一个啦 这也是它的这个最大的卖点 就不知道大家觉得这个 Navara 的表现如何呢 欢迎在下方 永远发表你的看法 而在这里我也列出这个我觉得 2021 Navara 我喜欢它的地方 以及我不喜欢它的地方 好啦 今天这个影片也是时候结束了 喜欢这一期影片的话 记得不要忘记按赞 分享 还有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是小明 我们下一期节目再见咯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